2023年,俄羅斯及烏克蘭雙方的領土收益問題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由今年1月開始計算 由去年冬天開始,前線的變化都不大 俄羅斯當然想最後佔領整個頓巴斯 包括剩餘頓列治亞的地區 現在大家也看到 暫時不太可能 例如巴赫武的地區,都未完全打得好 然後大家會看到另一張圖 另一張圖,烏克蘭在起初反擊 其實做得一般,尤其是在5-6月時的反擊 當時不是做得那麼好 而且也有不少裝甲車輛被擊潰 這也是當時的詠病 詠病就是當時烏克蘭的戰術是否錯了 但老實說,這個策略 我覺得也是在北約那邊 是想烏克蘭做到的戰術 大家看到,經過了9個月的戰鬥 大概有500平方英里的領土 雙方逆手 相對來說,俄羅斯在烏東的地區 蠶食到的土地也算不小 他們也嘗試在盧金斯克這地區 嘗試再蠶食多些地方 尤其是向著哈爾科夫州 向著富皮爾斯克進行包圍戰 這亦對烏克蘭來說是相當痛苦的過程 而雙方在今年年初 會有很多想法 如何佔領更多地區 例如俄羅斯想佔領更多頓巴斯地區 烏克蘭想透過烏南反擊 能夠搶奪更多土地 現在看到前線上的變化 其實並不是特別大 另外這張圖 給大家看看 大概每個月的領土會發生了什麼變化 當然這不是我做的 這完全是來自紐約時報 大家多謝紐約時報便可以了 我和大家解釋一下這張圖的情況 大家包括1月的時間 俄羅斯得到領土的數量 其實都頗為驚人 當時佔領地區 是超過2萬平方英里 頗大 然後到2月、3月 其實就大幅減少了 戰情開始佔比較平穩 但你亦看到 情況包括 後來烏克蘭取回大部分土地 原因主要是 俄羅斯退出了 烏克蘭 即基庫附近的地區 所以由2022年 即2月24日開始 到第三個月 其實烏克蘭已經逐漸 取回不少的失地 其實它的得地 即我們做回觀察 即得地 其實是幾接近2月時的失地 所以你扣除情況 一直以來 俄羅斯去到大概 即你見到去到去年年尾 10月、11月、12月 其實俄羅斯基本上是比較靜局的 烏克蘭亦是在去年9月、10月、11月 即我們說到他們的反攻時間 9月就是哈爾科夫大捷 即那個反攻 是比較出賽 接著去到11月 即我們說到當時的奪取 克爾松的右岸 又是比較出賽 大家能夠看到 即我們亦都看到 在圖示的指標上 讓大家看到 俄羅斯去哪些地區 退出了的戰場 之後 基本上大家看到 紅色、紅色、藍色、綠色 都很小 今年2023年 其實雙方的進展都不大 如果對上8月 基本上是差不多 是很停滯不前的情況 當然不代表烏克蘭這邊 沒有進益的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進益 不過當然會相對比較小的情況 如果最後的分析 你都只能夠說 俄羅斯主要得的土地 真是來自北方 即是來自北方 尤其是我們說到 在烏東的地區 在努金斯克的地區 佔領是最大部分的情況 不過也看到 在去年的下半年開始 其實每佔據1英里的領土 都是雙方非常艱苦的攻擊 有時就是俄羅斯的進擊 有時就是烏克蘭的反擊 雙方的挑戰都很大 而在巴赫武的戰場上 的傷亡 都是十分誇張的情況 另外也有張圖 告訴大家 他們最後奪得的土地 如果相比起 是一些什麼情況 例如大家看到 烏克蘭佔據了143平方英里 而俄羅斯取得331平方英里 大概一倍多一點 再減數 即是俄羅斯取得188平方英里 即是今年計算數 所以其實地方很小 即是188平方英里 比基庫更小 一定比紐約更小 這情況很小 但也告訴大家 其實戰爭現在的膠著情況 都頗大 主要是來自烏克蘭 即是烏南的反擊上 是很艱難的 即是廣闊的雷區 數百英里的防禦公司 包括戰豪、反彈黑、戰豪 運營土、龍牙 很多建築的冬天防禦公司 都是令烏克蘭的戰鬥部隊 沒有辦法用到戰鬥車輛的推進 很多時候要透過突擊部隊的人力推進 沒有辦法 一定整件事會做得非常慢 而俄羅斯現在亦都不會想著跟你快來快去 他們反而想拖慢著 甚至乎嘗試向一個歸速的方式 守住他們的領土 亦都不會冒進 所以現在 俄羅斯完全在一個守勢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人數和烏克蘭的比例 大概是3比1左右 大概3比1左右 2比1多些 即是比2比1多些 比3比1少些 差不多3比1 以及俄羅斯經常升 無恥地有很多新兵去補充下去 這個很明顯是會見到的 所以兵力上幾乎長期頂住 令到長期防禦的機會都有 所以怎樣才能夠 進擊到他們也是一個困難 怎樣突破到這些防禦措施 如果現在埋單計算 俄羅斯控制了烏克蘭不足20%的土地 18%在任 但這個面積不小 即是你控制了烏克蘭的18%領土 基本上都比瑞士大大 也挺誇張的 主要是來自克里米亞 因為克里米亞也是一個很大的半島 加上東部地區 如果這樣去計算 你不計克里米亞半島 就差得完 你計算克里米亞半島 就真的大 所以為何比瑞士更大呢? 原因是很大部分來自克里米亞半島 所以如果能夠把克里米亞半島取回 整件事真的會差勻很多 烏克蘭還有很多危機仍然存在 包括第一,經濟下行的風險 永遠都存在 如果拿不回烏南地區 拿不回出海口 其實對烏克蘭的國家發展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而西方的支持也是一個關鍵 即是西方的支持還可以支持多久 包括他們軍備的支持 武器生產的支持 戰術的支持 全部都是要看政治意願的風向 變成現在的反擊 主要是來自北約部隊的支援 如果沒有了這個設備的交付 就靠烏克蘭自己 其實真的很難跟俄羅斯這些 哥里亞巨人打下去 所以俄羅斯的玩法就是 他終於等到西方國家 不再給你的武器 就會大舉反攻 情況亦會出現 所以現在我們真的要觀察 在羅伯迪尼反擊的情況 包括穿過韋伯夫 向前線反擊 現在究竟會進行到什麼情況 當然黎將軍一定會來的 包括10月左右 黎將軍會到 到時會不會影響反攻 影響得很厲害呢? 包括我們說的M1坦克 雖然到了 但到時還有沒有方法可以挑戰到 這些重型坦克 將軍會在這麼來臨的土地上 你又如何去進擊呢?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關注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而我覺得今次《紐約時報》的總結 在圖像化上 讓大家看到 最近 烏克蘭的努力 其實真的有 但在整個戰場 戰爭的走勢上 可否帶來一些致命性影響 尤其是看到 例如當時俄羅斯 退出了烏北 退出了赫爾松的地區 接下來會否再退出更多地區 包括紮波羅爾 赫爾松的左岸等等 最後會退出克里米亞半島 最後剩餘頓巴斯地區的反擊 這一個進程大家都猜到 但可否如願 而時間表是怎樣呢? 我們都會繼續觀察 現在的情況如何去做 你說會否是 即是在接下來交付F16戰機之後 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改變呢? 我們都要繼續去觀察這件事